电视剧《狂飙》的热播带火了剧中主要取景地 广东江门 作为中国著名桥乡 江门既保留了传统的老洋楼 也有浓厚的都市气息 不同年代的元素在这里兼容并蓄 素有天然影棚的美称 吸引多部影视剧取景 近日 记者走进江门长堤历史文化街区看到 这里是电视剧《狂飙》的取景地之一 被该电视剧带火了之后 街区里每天游人如知 大家争相打卡同款剧照 热闹非凡 李俊雄从小就生活在街区里 在他眼里 长堤历史文化街区是很特殊的存在 这里被视为江门城区的原点 很多关于江门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 在过去的六百多年里 长堤历史文化街区见证了江门的沧桑和繁荣 也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个地方也叫做虚顶 当时明朝的大儒陈白沙也有首诗这样写的 二五八日家门虚 既买出头又买丝 就每个月就二五八三天呢 就是虚日 距离虚顶老街几百米之外 1914年由海外华侨集资新建而成的启明里片区 最近也显得更加热闹了起来 启明里片区房屋外观在传统里南民居风格的基础上 大量融合了西方的圆柱 拱圈等元素 整体结构轻巧通透 淡雅塑紧 而又充满西方文化的浪漫气息 极具桥乡特色 我们启明里这里呢 有着一个叫做一屋一故事 一项一主题的这么的一个建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的一个门牌上面呢 这上面的门牌不仅仅突出了这栋建筑物 它的地址 它的门牌号码 而且呢 在下面呢 还会有这么的一个主题 叫做安家屋 在门牌的下方呢 上面镌刻着的这一段文字呢 就是对这栋建筑物 它的历史 以及这个屋主它的来历 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记者注意到 在启明里 除了桥皮馆 江门飞移首信馆等桥乡文化展览项目 许多桥屋改造而成的咖啡店 也引来不少游客驻足 作为中国著名桥乡 五亿先被从海外带回来的咖啡文化 也融入到了当地的日常生活中 这个电视剧火了之后有没有带动你们的生意呢 当然有 这一波流量是富庸小区的 是非常火的 而且是很多从很远的地方无名而来的游客 据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受益于影视剧热播及春节旅游热潮 春节假期 江门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收入 同比增长34.48%和29.47% 相关景区消费人次环比增长近5倍 江门搜索热度 月环比增长近130% 接下来 市委宣传部将按照一二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 赋予江门建设华人华侨重要文化交流平台的历史使命 我们自立华侨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以活用 那么努力将下面打造成为全国著名的网风打卡地 还有华人华侨寻耕地以及影视产业的积极地